南田碧雲道康瓦院杏雅各大堂發生警員開槍,導致他人死亡事件。 涉案的警員在星期一凌晨3時多,接報導場處理一宗案件時,懷疑到襲擊連開三槍,一個年約20歲的男人中槍身亡。 初步消息指,那個男人連中兩槍,頭部面壓和喉嚨被擊中,當場死亡,他有遺體用帳幕蓋住。 大批警員趕到現場調查,有目擊者透露,今次慘案發生前,大廈保安和死者曾發生爭執,死者當時情緒激動,用寫上地濕露滑的膠板拍打大堂的櫃檯,保安於是報警求助,一個少女正協助警方調查,報NTV東網電視新聞台。